年夜饭一般都少不了这道硬菜 白桌虾 看似简单 其实呢 想把这道菜做好了 也不容易锅里面烧水 加入大号葱姜 煮下的时候不能等水开在下锅 看到没有 一周围开始冒泡了 下面也开始冒泡了 这就是八九十度水位 然后把大虾给它怼入 虾给它怼入以后 它水位会下降 但是火不能停啊 一直开大火给它煮 水再次开锅以后 这颜色不就全变了吗 再给它煮个四五六十秒钟就可以往处捞了 这个虾 我没有去虾线 因为虾线一取的话 肉质它就不紧实了 煮好以后给它摆个造型 然后给它调个碗汁 姜末一定要多来点啊 然后用热油给它烫一下 再给它加入蒸鱼齿油 没有蒸鱼齿油的 加入生抽也行 或者冬骨一匹线也重 要想生活过得去 那头上那必须飘点绿 这不就好了吗 虽说老弟不能陪你一生 但是你的胃 满满灯灯